这里呢 这就是俄罗斯外交部的小别墅 它记载了将近一百多年的历史 当年呢 包括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李富春 邓小平等等 都是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的足迹 特别是俄罗斯重要的一些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